今天上午,歼10B始料发动机验证机,进行了一场让现场疯狂的表演,歼10B在表演中不停地做出眼镜蛇和落叶飘等超激动动作,引发现场一片惊呼。 但坚实连续做出两个普加乔夫机动时,许多居民大声欢呼,也不乏杀然落泪,中国人民空军万岁,尽管眼镜蛇机动的实用价值在全球并无共识,但它却是个凸显的启动力与控制能力的很好的指标,就像现在的悲心表演,其实,就是二战时代的空战动作。 这种在二战时优关胜负的动作,在现代空战的重要性已经降低,但仍是重要的展示动作,而这个高难度动作在历次航展上确实苏20基家族的专属动作,但在今天歼10B始料验证机做出来三个眼镜蛇机动,这证明了歼10U的机动性,也证明了中国在始料发动机,研究,取得的重大成果。 据称此次坚实比始料验证机的参展,是应兼20总工杨伟认识的强烈要求。 他想借此机会,向所有人证明中国航空研的实力。 中国人自己造的飞机不比任何人差,感谢无数默默奉献的中国航空人,是他们的奉献拖起中国空军,一架架闪翅翔翔的雄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